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就是很适合你们 然后你们就欢迎你们到YouTube的 然后你打关键字和载说故事 就可以找到它所有的连结 大约你所 现在你所要交给你学生的影片 一定都没有问题 都找得到 然后这就是备课的好工具嘛 对不对 对啊 偶尔穿插一下 这些可爱轻松的影片给学生看 那他们就看了以后就很有印象 所以当你不知道这个字源的时候 你可以上专业的网站 文字字源 专网 或者是直接看汉载说故事 成为你的专业知识 然后有的时候 你如果遇到你的朋友 你也可以跟他说 也蛮不错的 也很有趣 做一个国际交流 我曾经有过一次 我先生的朋友 他们是在南非 南非 不是南非 有一个什么 阿根廷 阿根廷的一对建筑师 夫妻来台湾做演讲 然后呢 我就邀请他们来我们的家 然后他们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认识过中国字嘛 然后我就跟他们介绍中国字 他们第一次也是知道 中国字从一个图像 然后转变成一个文字 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画图 画给他们看 因为我没有找影片 他们看完以后 哇 他们真的是觉得 被中国字的这样的发展演变 他们就赞叹不语 所以如果你自己也学会这个字源 然后你在跟你的朋友 在聊天的时候 你也可以告诉他 那这就是你的专业知识的一种 成为一个媒介 就是跟人家聊天 交朋友的媒介 其实也是挺好的 不是只有在课堂上 在一般的生活上 你也是可以应用的 好 那现在言归正传 我刚刚讲了那么多的前沿跟背景 重点就来了 这些要怎么应用 一堂课从零开始 你的学生完全不知道怎么写中国字 他也都还不会说话 你要怎么说呢 好 我先告诉我 我准备的教案 我的策略 我的应用是什么 那你来听听看 好的 你就选起来 对啊 你这不适用的 你就自己做一个转变 上我的课 我的学员们都知道 我就跟他们用分享的心态 你今天听了这样子的策略发展 不会每一个百分之一百的步骤都适合你 因为国情不同 学生年纪不同 好 你教书的时数不同 但是可以用 我们就放在手心里面 不能用 我们就放着 哪一天可以用呢 我们再从口袋里面来回来 这就是我每一次在教学 我跟我学生分享的一个方法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是来互相学习 OK 就把自己好的东西都先放在口袋放着 有用的时候就都拿出来用 像百宝景象景囊一样 好 那我第一堂课 我一定会先让我的学生看文字流动的动画 刚刚你们看过的是汉仔说故事 他什么都还不知道 但是你给他一个概念 图像变成文字 这样就够了 然后我再可以再介绍一个比较传统的影片 然后这个是完全是中文发音 也没有英文字幕 所以通常学生们 他们就是看这个样子 好 那我再放给你们看 一个文字流动的影片 好 我们请放 文字后面 立桌子 一个副字 副字旁 我们常常说耳东城的耳朵是怎么来的 就是楼梯的意思 然后再来就还有脚 OK 脚往上走了 这是脚的象形字 这代表脚 脚趾头用三支来代表多 好 他一步一步 两个上面的脚 左脚跟右脚合起来 就变成跑步的步了 好 两只脚走路 好 往上走 爬楼梯 就是我们的副字步 跟脚步的步合起来 那就是智往上升 好 你的学生 你一定是用印尼语的方法嘛 你就 当你在解释的时候 你可以用印尼语先跟他们说 对 那我的学生在上课的时候 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我稍微这个时候 我可能不说话 让他们仔细听 或者是我就是说一点英文 刘山智林 好 有个李老师说 可不可以跟你联系方式 OK 没问题 我知道你们都用话诸乱 来联络嘛 对不对 OK 好 然后再下一个影片 有一个人 他的身体弯弯的 看得出来是人的形状 对不对 再简化成 一个两条腿 跟一个身体弯起来 就欠 我们终于学到了 原来欠代表了是人身体的弯弯 弯曲的意思 那就是很有意思 很有感的 对 当你让学生看这个文字流动图片的时候 他就会感觉了 每一个中国字都是一个故事 好 我们先暂停好了 因为这个影片大概有五分钟很长 没有问题 好 刚开始 怎么样从零开始教 先放影片给他看 好 那可以 你当然不会是第一节课 你一定会先教语法 然后教一些句子 然后再开始进入写的阶段 在写的阶段的时候 他都还没动笔 你就先放这个影片 好 再来 影片有很多 你们自己找 好 看完影片的时候 他大概有概念了 我就会让他再看一个PPT的图 用静态的 刚刚是动态的 现在说是静态的 然后我就慢慢地来解释 好 我就会告诉他 这个字呢 就是日 就太阳的意思 好 那你看 他看得就看慢一点 先画一个太阳 变成圆圈圈一点 然后变成方形的 再直立的 就是我现在的日 我就会用这张图 一步一步一步地 带学生看 这个字是木 有眼睛 然后眼睛画 像不像啊 就问学生 像不像啊 真的很像 而且是单眼皮 是不是 好 就画 然后到了第三张的图 木 眼 瞳孔就跟它大一点 后来这个木呢 就站起来了 好 我们华人的祖先呢 有想象力 眼睛也可以站起来 对不对 眼睛是个动的 动完以后 就变成现在这个字 好 再看一个字 就是树木的木 好 然后呢 它把枝干画出来了 左右两边 就是它的小树枝 右边呢 就是它的树根 我们的 我们的祖 华人的祖先呢 还会用 非常简单的线条画画 你看 都有现代的 简洁风的概念 然后变成木头 然后变成一个中国字 好 我就很快速地 把这些 这张图片 都跟学生看过一遍了 哦 他们就懂了 没问题 好 没问题以后呢 再来 好 这张图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从动态的影片 到静态的图片 我的教学步骤 就是这个样子 好 再来 我就自己会手绘 这个字 让学生玩游戏 好 那因为现在就在网络上上课 老师们可以自己在家里面操作 然后让学生猜一下 我让你们看 示范一下 刚刚学生们已经看过那个图片了 所以他对那个文字的流遍有意思 现在我要他自己DIY 自己手动 然后呢 把这个图片的流源分下来 好 那你就可以这样子 如果是实体上课的话 你们一般的学生 我就会五到十个人一组 然后给一个字 好 那我就会把这一叠纸发下去 我什么话都不会说 我就说 把刚刚你看到熟悉的文字的字元排出来 好 那学生他们就会讨论哪一张 那因为这是很简单的 所以他们大概不到一分钟 他们就可以把这个字元排出来 好 学生排出来就会是这个样子 你们看得见吗 我椅子挡住了 对不对 好 就这样子 学生很快乐就会知道 我什么话都不说 他也不认得这个中国字 他就说 看这样子 看这样子 原来这个字就叫门 我都不用解释门是什么意思 他看到这一张 他就知道这个就是门 好 那现在老师在线上 你也可以自己跟学生自己这样玩 就是现在我跟你示范的 好 再来一个 好 每一组 你每一次就是玩一个 很简单 好 你就 纸发下去 然后学生就开始排了 他一定可以 他一定排得出来 他就排出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 他不认识这个字 可是旁边你有了拼音 他就知道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马 所以他学得很快 然后他就很有兴趣 因为对他来说 这就是一个游戏 其实就是一个 像桌游一样 那这个时候你再解释一下 你会看到马的腿在哪里 这个时候你可以问他 他就说马的腿在这啊 OK 好 那你就说 这四个点 其实就是马的腿 他就会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字 不是只是字 不是只是点 它是马的腿 然后你问他说 那马的眼睛 马的毛在哪里呢 他就开始找 眼睛 怎么变成这样 你就跟他解释说 其实这个最后 就是他的那个毛的意思 学生就开始对这个字 从刚刚的动态影片 到静态的图片 到现在他开始玩桌游了 他就越来越有感 开始写字了吗 还没有 我说这一堂课的目的是什么 让你的学生喜欢中文课 那我的步骤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你就可以准备多一点 然后玩的次数多一点 就是刚刚那个静态那些的图片 你就自己把它画下来 好 这是第二个步骤了 第二个步骤 好 有的说老师很会画画 没有 其实我画得很丑 你看那马 我在画的时候 我的女儿在旁边笑我 马这个马好丑 我没有马长这个样子 好 谢谢你们的鼓励 好 那就是这样子 先玩桌游 好 那再来呢 就开始玩汉字猜猜 APP出来了 他还是不懂 对不对 没关系 你告诉他有一个结构感 好 然后可以猜字 然后左边的也是我另外一个游戏 好 我自己把这几个鸟 鱼 人目 月山 我先都没有跟他 我大概解释一下 这个意思 鸟就是这个鸟 好 然后 请他们就是对起来 他就马上就会对了 他就自己把它对起来了 好 这是另外一个桌游的游戏 我省略的中间这两张纸 请他们直接配对 所以这是一个配对的游戏 让学生开始先玩桌游 但是当然这个桌游 不是真的那个是APP的桌游 是我们自己DIY 老师自己制作的桌游 这是我想到的两个方法 如果你还有想到其他的方法 玩那个资源游戏 你还可以在网路上留言给我 让我们彼此提供 我提供给你 你也提供给我 好 APP可以出来了 它有字的概念 开始来部件组字 然后来猜这个字 玩APP 让他 这个字他都不懂 没关系 你就跟他开始玩APP 然后让他开始开心了 这一节课就是让他开心 他很开心 可是他都还没写中国字 所以这个比较适合 是给中小学的学生 因为他们真的是很畏惧写 好 那这样子OK了 然后再下一步 再下一步 好 这就是APP 刚刚你们已经玩过了 没问题 好 再来我们就开始要正式进入了 开始写了 好 那你要告诉学生笔顺 对不对 我们说 刚刚我们有看那个字源 好 我说那个字源 大概是什么时候用的 大概你再教一整课 一整课 第四课以后 你挑比较难的字 难的字写 那个是看笔顺的那个 网路的那个笔顺 到那个网站去 可是你还是要告诉他原则 所以我的原则就只有五步 中国字这么难写 但是我只挑五个步骤跟他写 中国字的笔顺就只有从左边到右边 就这样子 你不会说一是这样子写 二是这样子写 没有 一一定是这样子写 好 你说 你就拿几个 因为他刚刚玩过那个部件组件的APP 所以他对那个组件 他有概念 你说一你看是这样 然后你呢 你就组给他看 左边到右边 好 人也是左边到右边 好 第二个原则就是上到下 好 你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三 一定是一二三这样写 台湾的台 简体版 你一定是先写这个丝 再写一个口 这是上下的概念 是不是 先一个日 再一盒 在旁边我们这个 好像皮的这样子 好 它会有概念 因为你已经给它 APP玩过 有部件 所以你在拆解这个 笔顺的步骤的时候 就第二次地加深了它的概念 没有问题 好 第三 你跟它说 如果有三个步骤的话 一定是从中间 然后再左右开始 好 比如说你就解 三 一定是先写中间那条线 小 一定是写这个 先写这个 好 弯 右边那个弯 你会先告诉他 先写中间的焉字旁 从中间 然后再左右来写 这是第三个方法原则 第四个方法 一定有很多错字边 他都还没有学过错字边 没关系 你就跟他说 这个就是错字边 先写给他看 好 那写错字边 一定是先写右边的主体 再写左边的 好 然后再来有一个回字 好 你就先说 这个回字 你会先写一个框框 再写中间 然后把它关起来 比如说国家的国 你已经先把里面的东西写完 然后把它关起来 日也先写完 然后把它关起来 你用很简单的方法 跟他说笔顺的规则 你不要用很复杂的 所以我的学生大概就知道 原来笔顺的规则 就只有五个 就这么简单 好 这样已经开始进入了 它已经有怠念了 好 那开始你就让它写写看了 好 我给你几个例子 刚开始写的时候 他们会很兴奋 也觉得有一点困难 但是兴奋感会多于困难 这是我两个学生 一个是巴西的学生 还有一个是 是哪一个国家 刚刚 萤幕上你看得到吗 好 他们就开始写了 其实也很简单 你们觉得他们写得还好吗 我觉得他们写得不错 刚开始写 这样子 好 这是传统的 因为可以面对面 所以我还是请他们写 好 一个西班牙学生 他们就很兴奋 想写写看 让你们看一下 我的学生的状况 对 大部分经过前面几个步骤 他都会爱上写中国字 到目前为止 我学生只有说 他们会反映 来不及写 但是没有人说讨厌写 就我在这十年的教学里面 我用这样的步骤教下来 我觉得喜欢写中国字的学生 是多的 但是他们还是会抱怨 他们的记忆体太少了 他们记不起来 那是难免的 因为一次学了 生词是二十个 第二课又二十个 那个累积的量是很多的 让他们完全记得 那不断地练习 不断地操练 但是他们讨厌写吗 不会 因为我们前面的步骤 铺陈了很多 都让他们好喜欢 这个中国字 那我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写的中国字 是写有意义的中国字 这样的书写呢 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你写久了 写到大概第五课 他们大概就会放弃了 所以我不会这样练习 我让他们写有意义的 什么叫做有意义的 在1848年到1962年 有两个学者 一个叫黄尊献 一个是清朝人 一个叫胡适 是民国人 他们两个提出了 一个语言的理论 就是我手写我口 我的手写有意义的 我嘴巴说的句子 我才写 我不会像现在这样子 一直写 比如说做做做 那是没有意义的 人能够写到 你自己所喜欢的 所思考的 才是好的 他才会记住 所以我常常让我的学生 是练习有意义的字 那什么叫有意义的字 我请他们造句 那就是有意义的 而我的造句 不会是 比如说词汇 我比如说漂亮 我请你造一个 我妈妈很漂亮 这也是没有意义的 只是强迫出来 所以我的造句 我通常要练习写的时候 是练习写 而不是练习对话 我都一定是让他们聊天 先从聊天开始 初级班 我就会问他 他到哪里去 你妈妈昨天到哪里去 我妈妈昨天去雅加达 有意义的字就是 妈妈到雅加达去 那我就会开始跟他聊天 妈妈怎么去雅加达 妈妈坐计程车去 为什么他去雅加达 因为他去雅加达买东西 OK 好 没问题 我就先跟他聊天 把这些聊天 或者是让他跟同学聊天 他要写出这样子 这是我学生的句子 大概是在教第一册 到第十课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这种问答 我说问问题 他就说出了这样子 他坐飞机 从美国到日本去做生意 因为他的母亲是日本人 所以他去日本卖衣服 我就要我学生 先把这些字写下来 但是你说 他怎么可能记得 坐飞机怎么写 对 他不记得 好 我刚开始 要他先把拼音写下来 拼音他们绝对都没问题 好 拼音写下来 有时间你慢慢写 没时间这就是功课 你下一次交给我的时候我看 所以他上面一定会先写拼音 因为我们在聊天 所以这是有意义的字 然后他在上课的时候 我可以让他慢慢地查字典 我说上课可以用手机吗 可以 我就让他慢慢地去找手机 好 那或者是让他去翻 每一本教材的后面 一定都有生词词汇表 你们还记得吗 最后面 所以我就让他翻到课本的后面 让他慢慢地写中国字 就会写出这样子 是有意义的字 有意义的字 所以老师们你们可以在 这个教学方面 每次我们教学的时候 你要设定一个目标 今天我要教学生的是对话 是聊天吗 还是今天我是要教语法 今天我要教词汇 今天我要教汉字 我刚刚所呈现给你们 这个ABAB 我不是要让他学习对话 其实这个对话 他已经会说了 我要他练习的是汉字 所以我今天的目标是汉字 但是这个汉字呢 就是用聊天 对话的方式把它写出来 所以老师们 你们在写教案的时候 在备课的时候 你要知道你这一节课前二十分钟 你的重点是什么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有效教学要是什么 你要常常地在写准备课的时候 问自己这个问题 这十分钟我要教什么 要达到有效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的汉字教学 真的是写中国字 有的老师说 老师听写就不需要了 听写是需要的 因为我这个是字很长 字很多 我在课堂上要让他们练习 喜欢写汉字 所以他可以看手机 所以他可以看后面的生词字位表 但是你要让学生能够很快速地 学会中国字 听写还是需要的 但我的状况是 我一个星期我才听写一次 而我的听写呢 我只听写十个 哇 老师 一个星期 一个课 一课可能会有四十个生词 你才写十个啊 这么少 对 因为我相信我的学生 他喜欢写 他平常会写 但是这十个 就是他记住的 那请问老师 这十个是哪十个啊 好 这个十个就 就牵涉到词汇教学 早上我们说的 词汇教学跟什么有关系 好 跟词性有关系 跟语法有关系 所以我考的生词听写 一定是跟语法有关系的听写 好 不管 这个会 无论 对 因为 所以 这个是语法 所以这样的生词我会听写 还有词性 所以我的词性就是动词 还有就是形容词 然后副词 助动词 这些只要是词性有关系 这些 我会听写 那老师你说那些名词 对 名词我不听写 他不听写他会忘记 可是他常常会说 比如说我们看看这个右边的PPT 卖衣服 三个字 我会听写哪一个字 我会听写卖 但衣服我就不会听写 因为这个衣服他会常常在外面 常常在很多的书上面会看到 他可能写不太熟悉 但是他一眼就看懂 这个就是衣服 所以通常的名词 我不太会去听写 我会听写词性有关系的 还有语法有关系的 好 你可能会觉得我这样的教学理念有点特别 但是我要跟你说 因为我要让我的学生喜欢写汉字 我不能要求他每一个汉字都写得出来 所以我就是抓百分之六七成 他如果这一课大概六七成 他的汉字能够把握 我就会到下一课去 那我只要把握百分之六七成 所以我不会每一个声词都听写 好 那有的老师说 我让他们先认识字 让他会读 不过写汉字写得不太会 这样子教怎么样 写得不太学会 什么意思 OK 可能是有一些比误 可以啊 没问题 你这个是很好的教学策略 先让他认识汉字 然后让他会读 等到他对这个语言有感觉了 你要让他再开始写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他起头比较慢 他真的写得不太好 好 等到他开始对写有兴趣了 开始觉得写不是件困难的事 你再要求他写多一点 所以这个老师刚刚说的 这样的教学策略其实是挺好的 你的教学策略其实跟我是很雷同的 就是先认识字 先会读 然后再开始写 但是你要跟他沟通 他开始可以写了的时候 你就要跟他沟通 写多一点 那写多一点是什么意思 有意义地写 他没有办法很快速地写多一点 你就是让他写有意义的字 就是用这种对话式的方式 或者你给他一个情境 然后请他把句子写下来 或是给他一个主题 我们不是有课文吗 课文有那个问题 你给他写下来 接下来我会说 我会用这种图片 看图说故事 这叫写有意义的字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教一个语法 做这个整 我们这个语法就是V整 每个老师都知道 我就给他一张图 就是写 这个爸爸在干嘛 爸爸坐着看报纸 或者爸爸坐着看书 OK 没问题 他也会说了 他就写爸爸坐着看书 对他而言不难 这个句子一点也不难 但是要他写爸爸 两个字有点难 要他写看书有点难 但没关系 我觉得老师可能要有点耐心 让学生写 那妈妈做什么 妈妈站着打扫 那他可能会说 妈妈站着扫地 OK 他说打扫跟扫地都没有问题 反正就是请他写 他会写不出来 你就教他 他写错了 你也把他救错 再来 他会说 那爸爸妈妈做什么 爸爸妈妈笑着说欢迎 OK 欢迎他一定写不出来 所以我把字给他看 就写下来了 大家说着话喝着茶 这个是有意义的 但是没有结局 我最喜欢我们的华语教学 是有意义有效果的 那我就会问一个问题 请问这个人 他们为什么要喝茶 他们为什么一家人要在一起 有的人说 因为今天是星期六 所以一家人休息 OK 好 你的答案是 今天是星期六 请你就写 今天是星期六 有的人说 他们因为要讨论去哪里玩 OK 他们讨论去哪里玩 所以就是 我口写我手 好 那不会每一个学生 都告诉你这个答案 没关系 你自己安静默默地 把你的答案写下来 我的问题就是 他们为什么站着说话 他们为什么喝着茶 我的问题就是这样子 你就把答案写下来 所以今天课堂上的功课 就是这个 你就交给我 好 那这样子在网路上课了 没问题 一样 你请学生在家里面 慢慢写 写完了拍照给你看 那就是他的功课 或者是对着照相机 对着手机 电脑给你看 那也是功课 这是我想到的一个变通的方式 这就是我学生的作业 就是这样子 好 那当然是老师们有一些备课 那没问题你觉得这个很累 其实这个也不是我画的图 你觉得这个图好看吗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那个课本作业里面的图 我就把它剪辑而已 这样子 好 这是这一个步骤 这是第几个步骤了 我看一下 好 这是第五个 我手写 我口 我还有一个步骤 这是给我18岁的学生 他们班 他们 这是课 你们看到前面有一些字 1 2 3 4 5 6 这些六个字 全部都是课文的句子 好 你们看到 按照合约 吃得饱 只是网路 不包括打电话 这是课文的句子 好 再来第二个句子是 这不是骗人吗 这也是课本对话的句子 请你给电信公司的客服中心打电话 也是 好 所以我就不用再念了 1 2 3 4 5 6 都是课本的句子 但是呢 第一 很好 很有趣的是 第一个句子是第一课的 第二个句子是第二课的 第三个句子是第三课的 第四个句子是第四课 第五个句子是第五课 第六个句子是第六课 我就从第一课到第六课 我挑了句子出来 而且这个句子都是有相关性的 好像都是买东西 好 然后呢 我就要学生们两个两个 请你们用这六个句子 编一个故事 而这个句子呢 全部都要六个都要用到 顺序呢 你不用完全一样 你就是把它编成一个有意义的故事 那刚开始他们就讨论先说什么什么 那他们写的时候就先用编号 1 2 3 4 回家再把 1 2 3 4 5 6的句子 用中文字写下来 所以我要给他们时间 大概这个样花的时间 大概要45分钟 所以蛮久的 那这个重点是什么 我是要他们讨论吗 是的 我是要用他们讨论 那他们可以用印尼话讨论吗 可以 为什么可以 这不是中文课吗 怎么可以用印尼话讨论 因为我的目的是写字 所以 它重点是要把这六个句子放进来 所以 你用印尼话没关系 但是你用印尼话讨论之后 最后你的句子是要中文 而且它写下来 好 所以 我们可以再把那个PPT放小一点吗 可能你们没有办法看到 我中间的那个 第一个AB 为什么你的看起来 为什么你看起来不高兴 B 因为月租型的手机账单太贵了 这是我起的头 好 我起的头两个AB 最后的AB 好高兴我可以 不用缴三千块钱的 我打错了 手机费 我们回家吧 这个是我的结局 所以 中间发生的事情是 你们讨论出来的 而你们讨论出来的句子 要用前面六个字把它放下来 好 所以我学生就要写 有意义的一 它要讨论剧本 它要讨论故事 有的用中文讨论 有的用印尼话讨论 有的用英文讨论 没关系 我都可以放轻松 因为我的重点是写字 所以他们就慢慢写 好 那你们看一下就改了 你觉得他们写的还可以吗 对 还可以吧 对 就是给他们时间写 他们是可以完成的 好 那我的学生因为年纪比较大的 18岁 他可以在40分钟 那如果你的孩子们是比较小的 所以你可能要 这个可能你就要分两节课开始写 你可能要多 差不多50到60分钟 要变成两节课 第一节课请他写上半段 第二节课请他写下半段 就是慢慢写 而这个是让他在写的时候 他写得很愉快 因为他在编一个故事 我们说在早上说 不论的理论 最高层次的思考模式是什么 就是创造 这就是他们创造出来的剧本 好 那第二个 那导师那什么时候练习他们的口语 OK 没问题 他们写完了 我改完语序了 我改完中国字了 我回去请他录音 两个就在录音 那你看 一样的一个活动 你可以练习写中国字 你又可以练习他的发音 那你又练习他的句子 其实一个活动里面 听说读写 样样都带到 只是要时间 要慢慢待 那我知道我们的课程 其实有一个学期 有教学 一课 两课 三课 不可能常常做这样的活动 但没关系 我们就取巧 当我们这个时段可以的 我们就做一个比较特别的活动 让大家玩一玩 让大家开心一下 学生也觉得你的教学有变化 那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好的 这是我的教学策略 再来就是比较传统的 就是写句子了 我给他写句子 这样子 这个是我比较不喜欢用的 但是有的时候 我懒得出题目的话 我就是用 请他写句子了 让你们看一下 这个学生写的中国字 这都在上课的时候写的 在上课的时候写的 应该他们的字型 写出来的那个歪歪扭扭 可能跟你的学生都差不多 对 好 再来写有意义的字 就是我会请他们做海报 那当然这个是因为 在实体教学上面 我可以分组讨论 是有做海报 但是没有办法的话 那你就请他自己在家里面 自己做啦 就像做劳作 手艺课一样 你们看到右边有一个 穿红衣服的那个美国人 美国人 你要他写中国字 很难 对 因为美国人他们也是一样 ABC是拼音的 他觉得西方人是有一种感觉 我只要能够听跟说就好了 所以你要他写中国字 他有一点难 你因为看到他 他刚开始的时候 他写字是左边那个学生 那个学生是来自印尼 所以他也有兴趣就让他写 那刚开始写写的一两个句子以后 我就发现 红衣服的美国学生都不动手 我就觉得不太好 我就是他说 那你不要多 你就写个两个句子 那其他就由印尼学生来写好了 他也觉得大家分工合作嘛 他不好意思 所以他就写 你知道他因为他 因为这海报是要给大家看的 做好是要亮起来的 他就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他就拿了他铅笔 然后拿出手机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 慢慢地拎抹 然后我就说 你用铅笔写 看不清楚啊 那怎么办 他说没有没有 老师我是担心我写错 所以我先用铅笔 等一下我再用千字笔 黑色再写一次 你看他就写了两次了 第一次是铅笔拎摸 第二次是用黑色千字笔 再写一次 好 那就是利用这样的机会 让这个不喜欢写中国字的美国学生 能够写 对吧 那当然这个就是利用一种活动嘛 做海报每个老师都可以做啊 就是说 你可以弄主题 请你介绍我的家人 最简单的 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的兴趣 这就是做海报 还有 你一天的生活 早上做什么 晚上做什么 下午做什么 只要写三个句子 然后请他简简贴贴贴个可爱的 可爱的照片就可以 其实海报是很简单 重点是什么 写字 写有意义的字 好 有老师说 不但教他们写有意义的句 还叫他们写下来 他们的故事 让他们在复习学的汉子 没错 这就是我的概念 好 就让他们觉得 写字不是只是写 你你你你 我我我我我 他他他 写他嘴巴说出来的 写他经过脑筋思想的 而且这他学过 他不懂忘记了 就再查一下手机就好了 然后这个是 他们写好了以后 跟别的同学做报告 所以一个活动又达到了听说读写的机会 你们看到后面的背景 这个就是我们东海华语中心的教室 我们的大厅 贴了春联 还挂了花 上面还有灯笼 有个大厅让学生可以互相交流 好 那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好 这个是日本人 日本人写汉字没有问题 所以我拿这张给你们看 其实不太标准 因为他们就本来就会写中国字 因为那是汉字 但我是要告诉你 这个是另外一个写汉字的活动 什么问题 写大意 好 在HSK最高级的层次 会有这样的考题 他会给你一千个字 可是要你用400个字 续说这篇文章的大意 OK 哇 第六集 没有几个学生可以到达 好 但是我们可以从HSK考试 这样子拿取一个活动 你会有短文嘛 会有你的 你一定课文里面会有课文 你用课文告诉学生 请你用50个字 写这一课的大意 第一课交过了 第二课交过 第三课交过 他都熟悉中国字了 好 请他用50个字写 今天的对话内容是什么 好 我们比如说刚刚如玉去打篮球 你就可以写 安童在餐厅遇见了如玉 他们吃完饭以后 他们说要不要去看篮球比赛 篮球比赛四点半开始 六点半结束 如玉晚上有书法课 这个安童有兴趣想去看 OK 50个字结束了 就写大意 这些我刚刚所说的中国字 他都学过 他只是把对话拿出来 再写成句子而已 所以老师们也可以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功课 或者是在课堂上练习 这一课都已经完全练习过了 你已经教完了 好 你要复习 你就请他们把这个大意写下来 不要多 你一多他又不想写了 50个字很少很少 他说老师哪有50个字很多 他一定会跟你讨价还价 那你就说一个例子 安童今天早上看到如玉 一个句子十个字了 他想想 对啊 这么简单的句子只有十个字 然后所以你只要写五个句子 他就觉得在课堂上写五个句子不难 他就会帮你写 你就给他时间写 而这些所有的字都是他学过的 那就是引起他的兴趣嘛 听写也要 那听写是最后这一课的复习的自我评量 如果你每一课都这样子 一教完生词 句子就要听写 他就压力很大 那你先让他学会这个在最后听写 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是我的教学的概念 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 最后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 我们刚刚说会把课本六个句子 请同学们写成对话 对不对 那这个是一个方法 最后呢 这个对话写成了 你可以录影 那你也可以请小朋友 做成可爱的故事书 那我就会把 比如说他们刚刚已经写的这个对话 他们已经写了这个对话 他们也录音了给你 那你可以利用一个方式 请他把这个对话写完以后 你再请他打字 比较漂亮一点 手写他可能会觉得丑 我都请他们学生打字 打完字以后呢 一个句子 两个句子 放在同一页 所以你看上面只有两个句子 两排句子 最多是三排 好 贴 打完字以后贴起来 A B A B 然后再找可爱的图片放上去 其实呢 就是把 海报 的形式 变成 故事书的形式 好 所以这些学生们 其实他们自己就做了他们的故事书 然后我在做故事书的时候呢 这些 因为现在是实体上课嘛 是比较好一点 现在因为是 疫情的关系 比较不容易操作 我会叫他们现装书 今天其实我要教你们就是现装书 但我比较时间上有点来不及 好 你们叫现装书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好 就是把他们做成故事 有个老师说句子听写怎么样 可以 也是可以 但是它难度比较难 通常学生会写不出来 好 但是如果它的程度好 句子听写是很好 增加听力 增加中国字 那非常好的一个点子 好 就是把海报的形式变成 变成故事书 他们都很有成就感 你看我的学生 你看他们都很高兴 他们自己做了 做了故事书 那其实 其实就是写中国字而已 那就是把中间的 ABAB的绘本放进去而已 他们就很有成就感了 对 好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 这是有一个理论的 叫游戏学写字 我手写我口 根根包括刚刚我跟你讲的教学策略 先玩桌游 先看影片 这就是一种兴趣 那学生呢 Collin Rose 是一个教育学家 教育心理学 他说学生的学习者 有三种类型 一个是视觉的 用眼睛看的 所以我们给他看影片 一个是听觉的 所以我们给他看图片 是看眼睛 听声音 看影片是听觉的 有一种学生呢 很麻烦 动觉型的 什么叫动觉型 起来 喜欢起来动一动呢 心手合一的 身体也要动 手也要动 眼睛也要动 就是那种屁小孩啦 就屁股都尖的 就坐不住 所以你一定要让他有一些活动在 对 那我这个绘本的用意 就是给这些新手合一的学生 让他可以自己拿剪刀剪 自己穿线 让他觉得开心 对 就新手合一 还有一个学生 我们还有一个活动 就是做书签 今天我也应该教你们做 左边这个戴帽子的是一个女学生 他真的很不喜欢写 而且他会翘课 那今天呢 我就跟他说 我们用我们的词汇 来写这个做书签 他的眼睛就放亮了 他就想 这节课他可以安心地下来写 因为不用说话 只要写 他就觉得今天 他可以很简单度过这节课 所以他就很认真 你看他的白纸上面 有没有写了很多次的中国字 就是因为我要他 把中国字写在这个书签上面 他觉得他要好好地做这个书签 所以他就写了三次 写了三次以后 再写到他的中国 他的书签上面 好 那这是我的班上的学生 我就让他们练习 老师们也可以 今天我有请你们准备书签 对不对 好 书签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先帮学生他们采好 或者是你学生在家里面 把他采好 很简单 5公分 15公分 1比3的比例 然后因为我们要呈现出一个中国风 所以我会盖印章 那我知道印尼老师们没有印章 那没关系 如果没有 那就请学生自己画 重点来了 重点是要这条线 你要怎么样呈现一个 古色古香 跟古樸味道的中式的书签 这条线 所以你一定要准备一条 像这样子咖啡色的棉线 那如果你要现代一点的话 学生会想要彩色 可是我觉得彩色呢 就不能呈现那个中国风 我想要让学生呈现在这个中国文化里面 所以我都会找咖啡色的 那你就在这边打一个洞 然后把它穿进去 然后你在上面打一个结 这样就变成一个书签了 非常的简单 好 这样的中国风的书签就出现了 这个时候呢 你不是要叫它写中国字吗 好 你就把你课本里面 你说今天你教了第七课 好 第七课 你选一个 这个字对你有意义的 可以鼓励你的 或者是你觉得这个形状很漂亮的 你就把它写下来 好 然后他就开始研究 这个中国字的字型 好 开始 可爱 美丽 公车 这个都不好 但是没关系 他就找一个对他有意义的 他喜欢的 你看到我那个学生没有 你猜他写什么 他好像写的是鼓励 这个时候 因为在印尼没有那种自动的毛笔 在台湾我们有自动的毛笔 我就会拿自动的毛笔给他们 那我知道印尼没有这种自动的毛笔 什么叫自动的毛笔 它是毛笔 但是不用沾墨水 打开就可以写了 叫做自动毛笔 那学生没有 没关系 你就请他用他自己的笔嘛 那没有关系 因为国情不同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你不用再叫他额外的 除非他的学生程度比较好 你再叫他写四个字的成语 那如果你不要 你只是请他写 好 那就开始写 你看我的学生其实 他最后写了什么 成功啊 对不对 然后你就写 好 学生写了这个 比如他写了 成功 努力 开心 好 没问题 这个都是可以 你就让他自己写 写完以后呢 你可以呈现是中国风 那什么叫中国风 你就上网去找2020年 中国年叫什么年 这个你可以教他 好 我们都会写2020年 然后八月 不要不要 好 我们就上网查 原来2020年叫庚子 这两个字是他不知道的 你就叫他庚子 你跟他说庚子就是中国古代 计算年岁的方法 这个字你要叫他 然后他就学起来叫庚子年 然后写八月 那就很简单 当你在教书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很可爱 那个插进去的一个小活动 就这样 这个就是他今天 这一刻所学的一个生词 的一个书签 然后你也可以送给自己 送给朋友 因为没有印章 没有关系 你可以请他画一个小图案 他自己喜欢的小图案 就这样非常简单的一个活动 我也常常做让我学生 你看他们做完以后都很开心了 你看这照相 对这个是很不错的活动 好 然后还有时间吗 但没有时间了 OK 好 那有一些 再留个一分钟 请刚刚 就是让老师们 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对我刚刚所做的 汉字教学的策略跟应用 你还有哪些听不明白 不清楚的吗 好 可以来一起说 因为我们时间也快到了 好 然后我们也把 刚刚东海的国际处 也把我们的PPT的档案 放在下面的连结 所以有一些网站的连结 你们也可以常常使用 或者是今天上课 我来不及说 有一些在PPT里面有 你们可以自行参阅参考一下 所以老师们 还有需要提问的地方吗 希望今天的讲座 今天能让你们有一些收获 给你们一些新的教学的点子 好 谢谢你们 OK 谢谢林一璇老师 今天帮我们带来 上午跟下午两场 很精彩的课程 那明天我们还有一天的课程 我们会邀请到 另外一位也是 东海大学华语中心的 余子英老师 那跟林一璇老师 也是一起同事多年 那相信明天 大家会有不同的学习 那我们就最后再一次 谢谢一璇老师 谢谢你们 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跟我一起分享 华语教学的乐趣 好 老师说要跟我联络 那没问题 我就把我的whatsweb的账号 也放在链接下面 大家互相做交流 谢谢你 拜拜 祝你们有个愉快的午后时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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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